四信說明會是兩個行程的說明會 一個是4月29號蕭燦新領隊的說明會 4月29號這是做土耳其航空10天的行程 他的電話號碼是0933077684 這邊還有另外一場是4月28號搭阿聯球航空 領隊是劉慧萍小姐 好那我現在先把這個429這邊的部分先搭稍微講解一下 看一下畫面大家應該都聽得到吧 我看一下 好應該是沒有問題 好這是4月29號這一天的話 領隊叫蕭燦青先生 他這一團的話4月29號6點40分 我們6點40分下午6點40分是在桃園機場 第二航站豬爾航空四號櫃台這邊做集合 好這邊有一些是航班資料 這邊我先把畫面放在這邊 那回過頭來再講另外一團是4月28號 這一團是領隊是劉慧萍小姐 搭乘的是阿聯球航空 他的電話號碼是0935188971 這團的集合時間是4月28號晚上8點35分 桃園機場第二航站阿聯球航空是在22號櫃台 在22號櫃台 這邊有一些航班資料 所以稍後我會再跟各位做講解 我們現在再回過頭來講29號這一團 所以土耳其航空的話它的起飛時間是9點40分 然後抵達到土耳其伊斯坦堡機場是早上的5點20分 這邊的抵達時間全部都是當地的時間 當地時間 土耳其的話時差是比台灣慢5個小時的 飛行時間是差不多12個多小時左右 飛機上供應兩個餐點 飛機上會供應兩餐 所以各位如果說有吃素或者是不吃牛的話 或是什麼特別餐的話都要在特別登記 那當然外籍航空它是沒有什麼不吃牛的餐 就是要嘛就是吃素 要嘛就是吃可以兩種選擇 它的餐點通常都有兩種選擇 或者是地水果餐 所以特殊餐一般就是這兩種 那第二段的話就是我們5點20分抵達之後 馬上要接機6點50分的 所以就接機時間只有一個多小時 會非常的看起來是有點充裕 但如果說因為土耳其機場也是蠻大的 所以到了下飛機之後 要走一段路 才有辦法到國際轉機的地方 然後再飛到胎羅 到埃及胎羅早上9點10分 那這邊的話 那個土耳其是時差慢5個方法 那埃及的話時差是慢6個小時 所以這兩地是有一個小時的時差 所以到時候都會的 你們會再提醒大家 我們的時差要怎麼做調整 好那這一段國際段當然就是只有飛兩個多小時就到了 那回程就是這個4月29號的回程是5月7號的飛機 然後5月8號也是一樣抵達第二航站 晚上的5點55分抵達到台灣 所以這邊的話都有各位的起飛時間跟抵達時間 起飛時間都是當地時間 然後抵達當然也是當地時間 有各自的時差 好這個到時候請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那這邊的話先幫各位做這個 我們這一團這個 消領隊的這一團跟各位做講解 那其他內容都大致相同 就是當然就是班機時間不同 然後這個內容當然就是各位選的行程也會有點不一樣 所以我們參加28號團體的貴賓 也不要著急 我稍後都會過頭來講你們這邊的部分 那其他東西都是大堂小異 我會先做一個基本的講解 那這一團因為有做夜沃火車 而且是在第一天就做夜沃火車 所以這一團的貴賓請特別注意 就是說您在這邊的話 行李的打包 行李的打包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說因為夜沃火車的空間非常的小 空間非常的小 所以行李當然是跟著我們上火車 然後到我們的房間 那如果說全部攤開來的話 你根本就沒有辦法攤開來的 是沒有辦法攤開的 那當然就是說在夜沃火車之前 我們會先到一個飯店 去讓各位去洗澡 這個是有參加這一團的行程的 稍微注意一下 我們會安排洗澡 所以就是說我們會先 你可以在家裡打包行李的時候 把那個盥洗用具跟就是比方說 這一天要穿的 就是在火車上要穿的 就是我覺得穿可以穿薄長袖的睡衣 然後隔天要穿的衣服先準備好 隔天要穿衣服先準備好 然後坐火車的時候 就是不用說又把行李箱整個攤開來 你可以把這一部分的行李 可能放在你的單機箱或隨身行李 或者是把它放在行李上最上一層 抵達到埃及的時候 到機場會有時間讓你整理一下行李 就把這個最上層的行李先拿出來 然後到那個飯店的時候 洗澡就可以稍微喚醒一下 再重新做一個整理 那主要是到夜沃火車的時候 就是牙膏牙刷 然後拖鞋 然後隔天要穿的衣服 好先準備好在身上這樣 這個是我們做夜沃火車的團體 要稍微注意一下 你就是簡單的行李先打包在最上層 或者是放在你的登機箱 或者是隨身行李裡面 所以這部分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 所以這一團的貴賓就是說 我們這個是做那個潰瓶的這一團 我們是做阿聯酋航空的 我們是在杜拜轉機 那杜拜來講的話 機場也是有大概三個航站 那看他抵達到哪個航站之後 再轉機 那當然你會跟你們講怎麼做轉機 所以這部分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當地也是有時差 那到這個機場 也是有免費的Wi-Fi可以使用 就是把設定打開 然後Wi-Fi連接到這個杜拜 DXP這邊 那個FreeWi-Fi這個部分 點選之後就可以連線了 所以這到時候 各位的連接都會教你們 怎麼樣連接機場的免費Wi-Fi 那杜拜時差是比台灣慢4個小時 然後開羅是比台灣慢6個小時 所以這兩地有2個小時的時差 這邊也稍微注意一下 那我們這一團是 這個28號是8點35分 第二航站阿聯酋航空22號櫃台 然後這邊的話 起序時間是晚上11點35分 比到杜拜是5點多 然後再接 對不起 對不起我打 我稍微喝個水一下 跟我一下 好我們到杜拜是早上5點05分 然後這邊 今天早上8點15分的時間 自己要充裕一點的 然後但是有可能抵達的時候 登機滿還不知道 然後到時候就稍微注意一下 當地的螢幕的部分 這裡也會再跟各位做講解 怎麼樣做轉機 好 好 所以飛行時間第一段是9個小時30分鐘 第二段是2個小時50分鐘 那回程的話 那因為這兩團的 我們這一團是 土耳其航空的 然後這一團是阿聯酋航空 那這兩團因為都是飛埃及 那飛埃及的話 行李就是只能23公斤 因為我們飛埃及 它的空間就是23公斤 那您可以就是說 可以帶兩件行李 可以帶兩件行李 最主要是什麼 像我們這一團阿聯酋航空的話 它還有國內線航班 國內線航班的話 行李的要求就是只能一件 那可能就要注意 您的行李的部分 就這一次就只能23公斤 然後再加上有一個登機箱這樣子 然後國際線的話 當然就是可以兩件沒問題 好 那飯店的部分跟各位做 剛剛這一團是因為做 那個土航的部分 這一團是有業務火車 這邊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打包的行李部分 就是要用到東西最上層 放在行李箱最上層 後放登機箱裡面 然後在全程 大家都是有在阿斯蘭這邊的話 是有做河輪 那當然我們兩團 的河輪是做不同系列的 那當然都是五星級的河輪 只是說不同燒 不同燒的河輪 而且我們這一團的話 是有在阿布辛貝這邊住宿的 這距離神殿才大概5公里左右 那這邊的話 還有去做河輪的部分 所以全程的話飯店當中都是像什麼 比方說牙膏牙刷 拖鞋 這一部分都是要各位自行做準備的 那當然就是洗髮沐浴 產品這些都會有 那只是說 有些人可能比較建議說 洗髮是不是很順 或者是怎麼樣的 因為有些時候飯店或河輪洗髮的產品來講的話 可能會洗起來比較毛躁 那所以我們就可以自己準備一小罐的潤髮 或是一小罐的洗髮 自己用習慣的產品來使用 再攜帶這樣比較方便一點 好那開樓也是一樣 因為我們這個就是在比方說河輪做完之後 我們會去這個胡家打 兩團都一樣都會去到胡家打黃海這邊 然後再回到開樓 住這邊比較 比較現代化高檔的飯店 所以這兩團的行程有點不太一樣 但是是稍微跟大家講解 就是基本的牙膏牙刷 這些拖鞋都是盡量自己攜帶比較方便一點 好那行程的內容 因為兩團行程內容不太一樣 好所以就是說待會的話會依照 大致上都有的行程跟大家做講解 像比方說我們去參觀清真室 就不可以穿太暴露 就是一定要就是現在的氣 當然我先講一下氣溫 那你們服裝怎麼準備好 因為今天早上查了一下平均的溫度 因為早晚溫差比較大 從15度到39度 或者是從23度到37度 都有的情況 所以服裝部分基本上就是穿短袖 短袖為主 然後就是稀濕海漢的衣服比較好 不然那樣可能會有中暑的問題 那當然最重點就是要講一下就是 像參觀清真室的部分 我們參觀清真室來講的話就是說 比方說各位可能如果說去過其他國家去參觀清真室 都是要女生的部分要戴頭巾 然後褲子的部分就是要穿超過膝蓋的褲子 或者是裙裝 那當然是穿短袖不可以穿無袖的 穿完鞋不會穿無袖 那這個清真室是可以不用戴頭巾的 這一個清真室 因為是要慣慣化了 所以它是可以不需要頭巾的 當然我們入境隨俗有準備頭巾也是沒有關係的 那我覺得在頭巾有些時候就是當做披肩 因為如果說你們是穿短袖 或者是說早晚溫差比較大的時候 你可以披肩帶著的話 可以預防這種情況 或者是阻擋一些風飛沙的話 這個披肩或頭巾也是蠻好用的 所以這個清真室主要就是不可以穿太暴露 一定要短袖 不可以無袖 然後超過膝蓋的褲子或褲子 就是褲裝 超過就是到腳踝的褲子 或者是裙子這樣子 好 那其他行程的話 就是像我們有些車程 就是像我們要去阿布辛貝的話 因為這是車隊整批要過去的 所以這是凌晨 大家兩三點就要準備出發 然後就是說 他們要預備 就是那個什麼 要預備 其實車隊要一起通過關卡 才能夠一起走 所以這個大概應該是 就是看當地怎麼安排 所以我記得那時候好像是 三點鐘出發 然後再到現場 就可能快到五點的時候才一起通過 然後再一起走到神殿去 然後就是像比方說我們會坐在船上 就是都在船上想用設施 用它的餐 那有些時候就是看這個船 它是安排是什麼時候靠岸 那當然就是導遊會在提前跟各位做通知 哪時候要準備下船 會提前在一個小時或是當天某一天的早上 會跟大家做一個講解說 我們今天行程怎麼走 我隔天怎麼走 因為有些時候其實是要看船家 他什麼時候會到 就像比方說到入客所這邊 他看這個經過水閘門是幾點 才有辦法預估說 他入客所是怎麼樣做安排 因為有些時候 這個神殿可能四點關或五點關 那時間上剛好來不及或什麼 就可能就某一個神殿就是隔天早上在做安排 所以這部分來講的話主要是從愛德福到水閘門這邊 看他大概是幾點鐘會要經過這邊 所以這個都很難預估 因為有些時候船太多的話 他要一艘一艘過去以後會比較慢一點 所以這部分 這個神殿部分有些時候要看 我們經過這個水閘門 看是幾點會到 然後才能夠轉 好 所以就是說車程除了坐船之外 這個我就坐船有船上的活動 那因為有些時候什麼阿拉伯之夜 或者是說一些活動在船上做舉辦 有些時候船上會在主要的樓層那邊的甲板 他會放上一個牌子寫說 幾點鐘要做什麼 幾點鐘做什麼 或者是導遊會跟各位講 因為有些時候會局部做更改 所以我這邊沒辦法做提前的預告 而且各位你們這兩團行程的船隻也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要看各自的船公司 怎麼樣做安排他的活動 所以如果說 當然阿拉伯之夜是一定會有的 只是說看在哪一天安排 然後各位可以如果說入境水俗的話 你可以準備一些比較阿拉伯風格的服裝 然後是像比方說可能假扮成法老王 或者是愛情業後的服裝 就融入這個情況 那當然如果說覺得太累 也不想玩的話當然也可以不用了 就是可能在現場看他們其他人做 做這個表演是ok的 好然後就是像我們這個行程 還有去再回家打這邊會 通常都是住兩個晚上 然後會安排一些自費活動 所以到時候 大家也可以享用飯店的設施 那如果說都待在飯店 有些時候覺得無聊的話 可能就參加一些當地的自費項目 會比較能夠打發時間 而且去到一趟旅遊 然後就是可以多做一些選擇這樣子 稍後會跟大家講有什麼自費項目 然後再回到埃及的話 就是從紅海這邊到度假森林一路 開車到開羅 那當然如果說看起來開485公里來講的話 算起來是要開67 我看一下70 573 6742 對所以有可能開了六七個鐘頭 那大概平均兩個小時或三個小時 會有一個休息 兩個鐘頭左右 或到兩個半鐘 會有一個休息在上廁所什麼的 然後再開到開羅 這邊的話就是會參觀博物館 或者是像什麼金字塔 人面食神像等等的 所以各位的行程都是大同小一 都會去參觀神殿 或者是有參觀阿斯旺這邊的話 有做風帆船 然後騎駱駝 參觀努比亞家 所以這部分來講的話 各位可以就是說 比方說我們如果說要騎駱駝的話 我們的穿著就稍微注意 因為畢竟它當然是從低往上 有點高度 所以在這個上下來講的話 可能就不要穿裙裝會比較方便 穿褲裝會比較方便 然後就是像比方說 我們參觀這些神殿店 基本上都是什麼顏色 我們參觀神殿的話 我們就像類似像這樣子有沒有 像我們參觀金字塔 或者是像阿布希貝神殿 因為背景都是這種顏色的 土色的大地色系 所以如果說你的服裝 沒有做一個對比的話 拍照效果就沒有那麼好 所以這邊的話提醒大家說 如果說你對於拍照部分 有一些色彩的對比 要稍微注意的話 稍微注意一下 我們穿著是不是可以稍微 不要太過融入 因為太過融入的話 就沒有找到對比色 拍照效果就不是那麼的好 所以這部分是說 如果說有介意的人 就要稍微注意 服裝的顏色的搭配 能夠稍微做一個對比色的 拍照效果會比較好一點 像我剛講的 雖然參觀這個 現在在開羅參觀清真室 女生的部分不需要頭巾 但是我們可以準備像圍巾披肩之類的 這個是比方說氣溫在20幾度 或是在 早上溫差打15度的時候 比較涼的時候 我們除了準備穿短袖之外 我們可以穿防曬的外套 然後加上披肩做一個什麼拍照效果使用的 也是不錯的 好所以這是服裝的提醒 就是穿防曬透氣的為主 當然就是防曬太陽眼鏡 帽子 或者是遮陽傘 當地也是有人會用遮陽傘的 好所以也不要覺得怎麼樣 那只是說像我們服裝部分 可能有些地方 他可能會計較說 你這個衣服是不是有什麼特殊圖案的 是不是要做什麼廣告或什麼 因為在 像比方說愛奇金字塔這邊 他可能有些時候 這邊都會有一些簡單 因為說你這個服裝 或者是說你穿的太暴露 他可能會稍微提醒你一下 不要穿太暴露 或者是說 因為畢竟這邊是伊斯蘭教 那當然觀光客有很多 他們也不會說規範太多 只是說有些時候要稍微注意一下 他可能會提醒說 是不是可以不要太暴露 這樣子要稍微注意一點 然後就是說拍照的時候 也不可以有什麼 有些地方是不可自拍辦的 或者是說我們舉出來的拍照 他可能說你這個棋子不可以辦 因為有些時候我們偷偷拍可能會怎麼樣 可是如果說被當地的 光光警察看到的話 可能提醒你說這個不行 或什麼的 或者是在埃及來講的話 也是很多人會說 我來帶你走哪邊 或什麼的 或者說我幫你拍照 或者是我牽著你走 或者是我教你怎麼樣 拍照效果最好 所以只要有看到這一類的人 他看起來是工作人員 可是他可能是要跟你要錢的 因為埃及埃及就埃及 所以這部分就稍微注意一下 當然各位的領隊或導遊 都會發給大家 然後還有一個姓名的貼紙條 會讓各位綁在這個上面 所以這個就是在當地 我們兩團都一樣 不管是不是有作業或火車 就是說我們這行李宿舊領隊 都會在機場發給各位 還有行李的貼紙條 這個方便就是做一個識別 因為坐火車的時候 可能會集中放在這邊 到時候再一一送上各位的房間 那但是空間有限 所以這個攤不開 所以這邊要再注意一下 所以那個都要貼好放好 然後我們當然也是會有導覽器 這個是在機場也是會發給各位的 好 那因為兩團的行程有點不太一樣 我們這一團的稍後再稍微講 看有沒有其他要注意的 所以以全程來講的話 就是說除了飛機上的餐點之外 那當然我們在埃及會享受安吉的風味餐 那我們在如果說是這一團行程 是做業務火車的話 當然就是在火車上吃套餐 火車上的套餐就有點像是 飛機餐的那種餐航 就飛機上那種餐航 可能都很多的麵包 可能會有很多的麵包 就會覺得怎麼都是吃這些 或者是偶爾可能會有水果或果汁這樣子 做搭配 然後那個飲料的部分 可能就是額外的 就是要另外付錢 好這邊的話就是 如果參加業務火車的話 這邊的行程都有這樣做 剛剛有人稍微講到 就會先到飯店洗澡 然後再去搭火車 那火車上當然就是有 可以上廁所的地方 跟洗臉的地方 那在廁所是在另外的 就是每一節火車都會上廁所的地方 好其他我們因為兩團都是有在河輪上搭河輪的 所以其他的像這個三餐基本上都是在河輪上用自助餐或套餐 這邊我就不多做講解了 然後就是說因為他有些像這個剛講的阿布辛貝這邊 因為這個如果說不是住在阿布辛貝那因為我們這一團 這個會平這一團的話 因為是在阿布辛貝這邊有住一個晚上 所以這邊到神殿的話就比較近 5公里而已比較近沒有這個問題 那我們這一團的話 就是按照以往的行程來講的話 從阿斯蘭到這個的話 因為車程要三個半小時 所以好清晨4點好清晨4點 所以就是大概三年多 那你都要起床 然後再準備跟著車隊走 然後一個時間到了 他那個閘口開了的話才一起過去 所以這部分你都會再跟各位做提醒 然後剛講的就是這個閘門的部分 他因為每一艘船到這邊先後順序不一樣 他看到先後順序之後 然後再那個一艘一艘進去 經過這個閘門 所以這邊然後會有一個特殊的活動 就是你會在底下看到有人會拋 拋售一些小販會拋售一些東西 要販賣這個浴金等等的 所以這個地方也是被喊價來喊價去 但有興趣買才去喊價 沒興趣買就連看都 就是在旁邊他就不要跟他對望 他也不然的話他認為你是要買的 他就一直找你 把東西丟給你 然後你不喜歡 他就說你把他丟回去 所以這邊來講的話也是個小販 會有這樣子比較特殊的活動 就是小販在這邊賣東西 所以這部分到時候要買的話 就是要記得殺價 各位的理論也會提醒各位 但是那個東西品質沒有說很好的 然後才會這樣子販賣 然後還有就是說我們會做像 有的行程是會坐馬車 然後當然也是會就是要配合當地的導遊的安排 因為觀光的部分就是稍微注意一下 他這邊有些時候 馬夫會跟你要小費 當然就是說我們的行程來講的話 大部分都是因為如果說整趟下來的小費 準備的要非常的多 比方說做馬車 做風帆船 做接駁的船隻 或是做駱駝 還什麼的等等的 或者是比方說當地有當地的助理 安排各位的房間的部分 然後還有就是說 比如說做火車的 還有飯店的行李運送的等等的問題 這邊小費動起來會非常的多 所以到時候可能從28塊到35塊美金左右 所以如果說每天都自己準備一塊一塊一塊 然後何人的話 4天下來也要16塊美金 所以加起來會有30幾塊的這種小費的部分 所以各位可能領對位的方便操作 有些時候會集中處理 集中處理就是集中收30幾塊美金左右 因為看每一團住的飯店 或者是天數不太一樣 所以這邊到時候各位的領對會跟各位算說 我們這個馬車多少錢 然後可能有吉普車 或者是說有什麼風帆船 還是說做火車 還是說做什麼 因為兩盆不一樣 所以這個小費額外的部分 到時候各位的領對會再跟各位做講解 所以每天的話在埃及來講的話 行程都是會玩的 會非常的 就是要很會玩的人 甚至說會覺得說這邊的CP值非常的高 因為真的非常好拍照 因為拍照真的非常好拍 所以就是除了剛講服裝上面的色彩 要稍微注意對比色之外 可以搭配其他東西 做一個拍照的道具 所以這部分就是小道具是ok的 但是看地方 因為有些地方可能管方人說這個東西不可以帶 那你可能就收起來 就聽話收起來就好了 然後像我們在虎加達這邊 如果說我們要去做貝都營的參訪的話 就是說我們會坐吉普車 然後去坐一個滑沙 就是吉普車會這樣子四輪傳動車 然後這樣做怎麼講 做轉動什麼的 然後當然我們自己人從上面再滑下來 我們自己人從上面再滑下來 然後再去參觀貝都營這個部落這樣子 然後這邊還有機會去騎駱駱駱等等 那所以這邊來講的話 可能有些人說那我到底穿什麼鞋 有些人會穿拖鞋 因為這個是畢竟從飯店出發 所以這個時候是可以穿拖鞋的 所以有參加這個自費項目的話 就可以考慮一下你的服裝的穿法這樣子 好然後還有其他餐都是 當我們回到這邊之後開始吃 就不是在荷蘭的我們就是開始吃 當地餐廳的風味餐 然後回到開樓的時候 甚至還有這個所謂的中式料理的部分 所以這邊當然也會參觀 那博物館的話 因為有些的話 這個也要聽導遊的講解 才有辦法了解說這個東西是講什麼 否則的話自己一直拍照 可能不知道什麼內容 所以這邊的話 我們當地的埃及導遊都是非常的專業 講解東西也非常的精彩 所以大家都可以好好的期待這一次的旅遊 相信可以玩得很開心 好 那像很多人可能會做功課說 去到這邊又要去買什麼香精 或者是沙草子做出來的紫沙草 紫沙草的畫 所以這部分也可以去做了解 當然每個人喜歡東西不同 當然也記得要殺價 像哈利利市集也是一樣 他賣的東西品質 我覺得有些時候上次 有客人托我買一些東西 其實我買回去之後 他又說怎麼品質跟有點不太一樣 所以這邊來講 哈利利市集也是品質的話 也是要稍微多做比較的 好 那我們這一團的話 就是說因為有卡班機的時間 所以就是這個午餐完之後 行程都走完了 要去機場前 然後這個晚餐會是自理的 好 那還有埃及的話就是說 除了機場的安檢之外 要注意之外 就是說我們的到的飯店 或者到的開羅 有些飯店他都會做S光的檢查 所以行李都從車上下來之後 先過經過安檢之後 他們有S光機看我們的行李 像有沒有什麼可疑的物品 然後才會交給我們 好 所以這部分的話 就是為什麼我們行李運送的話 就要請他們所謂的Porter 來幫他們送行李會比較方便 還有這邊就是有一個檢查表 還有就是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就是像搖高牙刷光泡 太陽眼鏡防曬乳液等等的 好多話我們自己攜帶 那當然飯店會有沐浴洗髮精 只是說用不用的習慣而已 可以自己做斟酌準備這樣子 好 所以就是夏天的衣服為主 加上防曬的衣服 感冒藥腸胃藥這個也是要帶 因為畢竟有些時候 有些人可能來到這個地方水土不服 或者是前面幾天玩得很開心 或者是說睡眠嚴重不足 因為不能說也是睡眠嚴重不足 而是說時差的關係 我們睡得不好 因為時差的關係 我們會睡得不好 然後也造成這個問題 就容易免疫力下降 所以一些保健食品感冒藥腸胃藥 就是做一個預防做一個準備這樣子 那如果說擔心核倫上吃的東西 好像都差不多 或者是說會有吃不習慣 可以帶一兩包泡麵 不用帶太多 有些時候這樣子講了之後 很多人都是像我上一次去哪裡 去印度的客人就說帶了6包泡麵 結果完全沒吃到 因為他說他吃的太習慣 可是印度是吃咖哩 那埃及來講 因為有些時候在荷蘭上面 我們會吃生態沙拉比較多 搭配其他的可能當然主食有牛 有雞肉 偶爾會有魚這一類的 但是可能會吃不習慣 那就可能自己準備一些泡麵或罐頭食品 就是還有一些零食 帶個一兩包這樣子 因為我覺得有些時候可以當地 也不見得是我們自己從台灣帶過去 只是說如果說真的擔心 飲食會吃不習慣的話 就只能這樣做安排了 好那小費的部分 就是看我們是參加幾天的行程 10天的話就是121天的話132 12天的話就是144美金 因為當地都會有助理 因為像開樓的話 去一次回來一次 就是他會有會出現兩次 他就是給2塊美金 然後阿斯旺這邊也會有助理 然後協助我們辦理核輪的登記之類的 這是1塊美金 然後入客所又有助理 然後胡家達也會有助理 所以這邊來講的話 助理就是除了安排飯店 像核輪上面的部分 還有有些有些助理是安排哪車的部分 所以這邊的話會有這樣子的助理的小費要支付 就是我剛講算全部這樣加起來 有可能差不多28到35左右 看我們行程的安排是怎麼樣 那就是飯店火車 有一個行程是沒有火車 那當然火車就是扣掉 所以各自的領隊會跟大家講 原則上大致上這邊的小費算是多少錢 像做核輪的話就是16塊美金 所以這些零零總統加起來 就可能接近30塊美金左右 所以到時候各位的領隊們 可能會算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那當然在i-bomb來講的話 他現在的i-bomb我看一下 中天查的是1美金 對48 1美金對48的i-bomb 所以對台幣的話是1比0點幾 48 美金100可以換到4800左右 應該是這樣 對所以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我們換的美金大概換多少 因為如果說各位有想要參加熱氣球的話 像比方說在路特首這邊做熱氣球的話 是200美金 他這邊的話有包含他的車子 到碼頭邊 在碼頭邊這邊的接駁 他要做船的部分 所以這部分這個是200美金 然後如果說有 沒有包含起駱駝的那一個努比亞人的話 這個部分的自費也是大概75美金 所以這個部分也可以做一個了解 有興趣要起駱駝的話 也可以在這邊做一個參考 還有就是在胡加坦 因為這邊是住兩家庭的部分 所以这边有两个自费的部分可以参考 一个是坐视鲁船都被读音的部分 这是80万斤 另外一个是如果说对于水上的活动 有比较兴趣的可以做玻璃土船肤浅 因为导游必须要提前做安排 所以有些时候有兴趣的人 可能可以提早高知名的领队说 我有兴趣想要参加 所以这部分自费项目价钱也是不一样的 一个80一个70的 然后开罗升官后 这个基本上都是没办法安排的 因为有些时候时间的问题 就比较没有办法安排 所以这个部分 所以加加起来 可能如果说全部都要参加的话 就要准备500到800美金左右 那当然这部分 准备的部分除了这些小费之外 就是自费项目之外 就是可能各位要买一些什么 当地要买的一些纪念品等等的 那当然就是可能另外的准备一张信用卡 会比较方便 Visa或Master都可以 所以这部分是可以做一个参考 那当然各位的饭店的房间 是基本上都有免费WiFi使用 只有合格上没有 合格上没有WiFi 就是要另外付费的 那各位如果说有重度网路使用者的 就是要准备一个WiFi机 或者是买网卡 各位可以在下屏 可以买的到网卡 或者是看各自的居住的县市 可能有些 可能车站附近也有卖所谓的网卡部分 可以使用 所以这个部分可以参考看看 不用买太多的容量 就是看各自的需求 因为有些时候是饭店 是都可以用得到网路的部分 所以不见得要买到很多的容量的部分 而且在河轮上 或者是说一些沙漠地区 有些时候网路讯号也不是很好 所以这部分可能可以参考一下 看要怎么使用会比较方便 好那回过头来讲一下 我们惠品这一团的 28号的晚上8点35分 这个做集合的 所以这边提醒您 就是说因为您这一团的话是 在爱及还有做一段国内线航班的部分 所以这边的话行李大概只能23公斤 就是只能一件 好那因为和你们这边的行程 是在阿布辛贝有住一个晚上 所以比较没有那么累 而且好像有看一个灯光 是升光秀的部分 然后是跟另外一个行程不一样的 所以那大营也是在胡加达 也是有住两晚的 也是可以方便安排 就是比较轻松自在的在这边 可以使用饭店设施 或是参加自卑箱这样子 那我们开楼的话 也是住比较好的饭店 好那因为内容差不多也是一样 像这边也是有会参观清真室 或者是参观博物馆 那有些时候班机如果延误的话 有些行程可能会安排到最后一天 所以如果说这一天 两团的行程都是班机顺利的话 大家就按如期的走行程 如果说班机有什么延误的话 其中一个行程就可能挪到后面 我们在做安排 好那我们这个行程就是有参观 这个阿斯王这边有坐凤凰船 跟这个奇洛多拜访努比亚人家 所以这边的话算是行程的内容 可能安排的比较多 包含的比较多 那可能费用也比较高一点 甚至你们这边的话 还有什么费度因的村落也有参观了 好那就没有什么智费了 好那所以因为两团行程内容不太一样 但是大致上都是差不多的内容 所以基本上要注意就是这些 当然我想各位比较在意就是服装的部分 基本上气温就是高温有到30几度 35度 39度 37度这样子 所以那当然低温的话就15度到23度都有 所以那一方面就是一件长袖一定要带 但是为什么因为以防气候突然的异常 还有飞机上有些时候空调比较冷 或者是说在游软车上 可能冷气开比较强的时候 可能有个外套 一件外套做准备会比较好一点 那我自己出门的话 我多戴两种外套 一个稍微厚一点的外套飞机上穿 另外一个是比较薄的防晒穿的 因为有些时候如果说穿短的时候 反而就是有些时候 太阳直接晒在其他的露出来的手臂 可能反而会太阳过敏 或者是太阳直晒的话不舒服 所以我自己都会准备薄的防晒外套这样子 好那鞋子一定要穿好走的鞋子 两团的行程都是要穿舒适好走的鞋子 因为有些时候行程走下 也可能要走一个多钟头也不一定 好所以包脚鞋会比较好 那当然要穿拖鞋或凉鞋的话 当然就是往户外走的时候 或者是像我们刚刚讲去湖加达这边 然后有做骑沙漠的行程的时候 可以穿着凉鞋会比较好一点 当然有些人可能直接穿凉鞋不方便 可能穿拖鞋反而 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从上面再滑下来 我们拖鞋穿着 然后到现场的时候拖鞋拖在旁边 然后赤脚走上去反而好一点才滑下来 所以如果真的要去玩滑沙的话 就是鞋这部分可能穿拖鞋会好一点 好所以防晒的太阳眼镜帽子 然后这些都还是要戴 刚刚有特别提到 就是因为在沙漠气候 有些地方会比较风沙大一点 所以披肩可以有些时候防风沙用 或者是有些人会戴那种农夫 或者是骑摩托车人专用的那种口罩 防风沙的那种口罩 也是可以戴着 那我也曾经遇过客人在埃及的时候 因为脸部比较敏感 所以在开罗这边 遇到空污比较严重的时候 他除了戴口罩之外 他整张脸都稍微遮的蛮严重 就是遮的比较多 因为脸部会过敏 所以他戴口罩还有湿纸巾 所以这部分 这边有特别提到可以戴湿纸巾之类的 那口罩湿纸巾 口罩的话主要是说什么 除了我们这个问题之外 就是可能最近还是会有些人 会因为出国旅游 因为免疫力下降 感冒的问题产生 所以可能就会有感冒咳嗽 我们避免互相传染情况之间的 口罩多戴几片 预防 除了在飞机上使用之外 在其他时候也是可以戴着 那当然比较热的情况之下 我们会觉得好像戴不住 当然各自可以依照各自的身体状况 来做准备口罩部分 那还有就是说当然在河轮上有游泳池 我们两艘河轮上面都会有游泳池 或者是各自的其他饭店 大部分也是有游泳池的 只是说我们有衣有貌还是需要戴湿 如果有游泳习惯的人 我们是可以准备游泳跟游泳 在当地的时候是可以使用的 那毕竟它是意识教国家 是比较保守一点 所以不要穿得太暴露 或者是太紧身的衣服这样子 好 这边有提到 好 所以刚刚讲的应该大致上是这些 那因为我们这个行程是有看 这个深光秀的在布西北这边 所以才这边会有住一个晚上的 情况 然后博物馆的是我上这去的时候 这个都还没有开放 就是全新启用的 所以各自大家这次去的话 可以看到比较新的作品出现 在这个博物馆 好 那行程内容大致上是这些 那当然如果说有些人可能怕晕车晕船 因为我觉得坐船 我觉得还好 坐船这部分因为是在河轮 毕竟是河轮并不是说那种走海 那个游轮 它是属于河轮 所以其实是蛮稳的 好 那所以就是说 如果担心什么 晕车或者是晕船情况呢 那当然再准备晕车要了 否则一般情况我觉得是还好 然后餐食就是见仁见智 然后因为餐食的部分 有些人出国旅游就是觉得入境随俗 反正就是吃这几天比较特殊的风味餐 在台湾比较还要花钱 另外去吃 那既然这趟旅游已经去到埃及 就好好的享用当地的风味餐 所以就是入境随俗 所以两台行程都大致上是这样的内容 然后刚刚提到额外的小费的部分 当然就是看各自行程的安排 到时候各位的各自的领队 会另外跟各位说明说 我们这个小费是怎么支付的 像我们黑皮姐这一团 就是惠平这一团的话 因为是没有做业或果车的 那当然这个费用就没有 就是都是核轮的部分 16块美金加上其他的少费这样子 所以这个到时候各自领队 会再算给大家 那因为两团的行程 就是有包的内容也不太一样 所以像热气球都是200美金 然后如果说是做玻璃铁船 浮潜的话就70美金 那另外一团的话 可能多了一个贝度因的 这个四轮传动的部分 是80美金 那当然不是说一定要全部参加 看各自的预算 因为每个人预算不同 或者是什么情况不一样 所以这个也是自行再做一个参考 好 那因为有些贵宾是比较晚进到 这个视讯说明会的 所以我这边再讲一次 因为我这边是开两团的视讯说明会 一个是4月29号是要参清先生的 他的电话是 因为他人好像才在杜白 他现在人在杜白 所以他的手机电话是0933077 684 4月29号6点40分 在二航的土耳其航空4号柜台 我们搭土航是4号柜台 这是4月29号的 那另外一团的 这个另外一团的话是4月28号黑皮姐留会品 他是手机是0935 1188 971 他是二航的阿联纯航空站22号柜台 那我们这一团因为是11点35分集合 因为这两团都是因为航空公司都要检查我们的签证的部分 所以这边的话就是集合时间都要提前三个小时 所以这个是8点35分做集合 那另外一团是29号是6点40分 就是那个我看一下刚刚讲网路的部分 然后这个转接头的部分机场里都会发给大家 然后那个各位因为当地有些时候要做安检 所以我们的包包可以准备一个霹雳包就专门放 就是只有放钱跟护照就好了 一个霹雳包或者一个小包包 这样子比较安检比较方便 好那这边的话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因为我们我不晓得我们实际怎么过那么快 因为我们视讯大概在三分钟会结束 那有问题的话可以举手 我们看看有谁有什么提出来什么问题 是谁举手那个杨是吗 对你好 我想请一下那个饭店的话是可以洗衣服的吗 因为我想说死一天 洗衣服的话如果说是 因为像比方说我们在荷伦的话 当然因为住三天嘛 那你洗的话就是可能洗一两 就是你可能一天洗了一两件一两件 慢慢干 不然的话你可能会洗太多没办法全部干 我是说你帮我再饭店 饭店 当然你之后到胡加达这边的话 当然如果说是住两晚 你可以也不能洗太多 因为有些时候可能房间的衣架没那么多 看你要怎么洗 OKOK所以他饭店是确定有洗衣机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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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衣机 因为我洗的话就是洗简单的衣物 没有洗太太处杂的 就是可能 有没有送洗的服务啊 不想自己洗 我不想自己洗的话 那当然它上面会有那个费用 会跟你讲说 你洗什么样的衣服是多少 其实上面会有 会有标价 好的谢谢 对不会 所以邮轮跟胡加达都会有送洗的服务 河轮的部分我想一下 河轮的话 它应该是有 就是说它上面都会有一个 laundry的那个袋子 然后上面都会有标价 洗这个衣服是多少钱 那那也是可以用美金支付吗 对啊 美金支付 好 对或者是刷卡 你讲每一团的那个 那个小费啊 什么100 比方说130几元 那个那个是就是 强制会收取是不是 就是一开始就会先跟我们收 这是后面 就是中后段会收 因为有些人可能不想要 一开始就那个 准备那么多零钱 他可能一开始就先给领队 那个部分就属于不是自己可以决定 就是参加人 原则上都要付的部分 呃就是额外 就比方说像这个坐火车 那个火车的人会来跟领队收这个钱 因为你们好像有讲两种金额 一个是所谓什么 比方说11天团132美金 然后另外又说会有一个可能零星的加一加 大概30美金 所以这两个是分开看的吧 对分开的 对不一样 那所以前者有关那个132元的美金是强制收取 是不是 那是最后啊 因为那个是我们要付给司机还有导游 就是固定价这样子 考量 对那就是说那个看您是几件行李 哦行李 对几件行李 然后还有那个呃 大家像比方说 坐那个荷伦的费用是固定的吗 因为都是荷伦公司公民收的 我请问一下 所以他那个10天120美元的小费 就是一个人头 就是120就对了 然后另外零零散散加起来 可能还要30几到40左右 应该是不用到40 应该28到32左右 大概一个人要准备150美金就对了 对这是额外的 这是额外的付费 然后还不包含自费行程 你说自费行程全部如果都要参加 要大概准备500到800美金吗 可能啦对就是当然看各自的预算 就是OKOK好 因为如果说全部都参加 像这75 80 150 15 355 自费可能就355了 所以所以我们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包含的行程中 很多时间是可以 就是你没有事情做 然后你自己去买自费行程 去参加这样 是这个意思吗 就是行程如果说你自费项目不参加 你就是在饭店休息 然后自己安排要去饭店附近哪边走 也是可以的 就是不一定说 我现在就在饭店 然后大家自由活动 要参加参加不参加就 在饭店或者是自己安排 对啊对啊 这没有强迫的嗯 呃我可以再问个问题就是那个 是建议换美金去比较方便还是换埃及币 因为埃及币 怕之后换不回来 因为有些 对对所以都是换美金为主 都是换美金为主 然后到当地再换i-bomb 那当地换i-bomb的话 我们通常也不会建议换太多 他就是跟你说美金可能一美金 但是有些时候他跟你说一美金的时候 他其实是吸引你过去 他是喊价 对到最后可能变五美金十美金也不一样 OK了解了解 好谢谢 好 不会 请问一下可以带除了猪肉以外的其他肉类入境埃及吗 是要带什么 干燥的OK啊 新鲜都不行 泡面类那些 对对 就是里面可能有肉 但是就是只要排除猪肉都可以吧 鱼肉啊 鸡 海鲜那些都OK 对 牛肉跟鸡肉也可以吧 可以可以 只是说这个泡面带出去之后 入境台湾泡面那些的肉制品 就是也是一样不行的 就视为从国外带回来 对就是要吃完 OK 所以就算是比方说是台湾的泡面 或日本的泡面都一样 就不能再带回台湾 就是带回台湾的话 看是什么样的泡面 因为海鲜基本上没问题 但其他类的就会有可能会被 被说要有罚钱的问题 了解谢谢 对不会 好那个海汇是吗 海汇有什么问题 我们这个视讯大概在5分钟会自动 断讯 还有谁 海汇是有什么问题吗 现在举手的是海汇 有吗 没有 我看看有没有发讯息 海汇现在有举手吗 我没听到你的声音 好服务费 这各方面的部分 大家或是可以看各自的领队导流的表现 一般的话我们不是标准去收取费用 因为毕竟讲解 然后各方面的服务 也是各位可以看 就是感受在心里面 到时候当然是到时候才看 这是只是说这个是一个规范 也不是规范 就是说他们制定的观光局制定的标准 收费标准 所以各位可以参考 那至于其他的服务费的部分 当然就是安吉当地来讲的话 有很多就是这一方面的服务费要收取 因为他们都会来收取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会就只好给 那当然也是看情况 那刚刚有人问到说什么 小贩要卖的东西 对他通常都是用1美金1美金 吸引你的注意 然后但到最后那个价钱 就是就不见得是1美金 有可能变成5美金10美金 或者是你稍微碰到 他就说你要买 所以就是说 不要眼睛注视到他们 就是说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当然各自的领队跟导游 会再次提醒大家 就是来到埃及旅游的话 我们要注意一些什么事情 就是他们在现场 后来还会再跟各位做提醒 好那还有谁 林先生是吗 林先生 邱 埃及机场会放卡吗 会网卡的部分 有些时候可以跟助理买 助理有些时候也会卖 那当然如果说你觉得 因为有些时候 机场买时间够 当然是可以 可是机场有些时候 遇到网路上的问题 没办法处理的话 你只能找机场的人处理 好那助理 助理卖各位的网卡的话 就是有什么问题都是直接找助理来处理 他都会帮你们处理妥善 这样子 所以有各有利弊 所以各位就是可以看各位的班级 旅游时间是不是能够刚好顺利 这样子 如果说刚好有遇到一些什么问题 比类的话 有些时候在机场来不及换 换那个贵律 换那个什么 换网卡的部分 那换汇也是一样 助理会协助各位换汇 就是方便各位做这个 如果说要换i-bomb的话 就是小额换i-bomb是OK的 因为毕竟有些时候 你可能买个饮料 可能一美金就可以有两大瓶 一美金两大瓶 报率 我只是要她的电话 一直要不到 电话我们会再给你 里内的资讯 就是刘慧玲 为什么会有两个问题 现在我回答哪一个 喂 请问4月28号团刘慧玲小姐的电话 麻烦你收慢一点 好0935 0935 123的三海过来 0935 188 971 123的1 188 对不对 对 971 567的7 123的1 现在我放在这个上面 您看得到吗 我现在您在电脑上面 应该看得到才对啊 好 第二个我想确认一下 听得到吗 是我们视讯说明会 可能很快就断讯了 请说 好 4月28号的团 是不是晚上 11点35的飞机 对 可是要8点35 7核对不对 对对对 没错 然后是欧元机场 对不对 机场第二航站 阿联酋航空22号对台 好 OK 谢谢 好 谢谢 这边还有谁 有什么问题吗 我看还有一个是 Linda 是吗 因为我们视讯可能 等会 可能在一段状作解释 谢谢 就会说嗯 方式